這個月 15 日 今年的 APEC 經濟領袖會議 將在美國舊金山登場 我要感謝張宗謀創辦人康祺仲澤大任 再一次擔任我國的領袖代表 出席這場重要的國際會議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 我期許張領袖代表能夠再次向 APEC 成員國 以及國際社會傳達四項的訊息 第一 臺灣將致力促進區域的和平及繁榮發展 第二 臺灣將跟各國合作 打造更具彈性及振興的供應鏈 第三 我們將努力推動綠色轉型 同時保障中小企業 勞工以及婦女的權益 第四 我們呼籲各國經濟體 在以數位轉型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應致力於縮小數位落差 我欣然接受這個任務 也打印會朝總統的期許的方向做最大的努力 總統的期許是第一 臺灣要自力促進區域的和平及繁榮發展 我想沒有一個APEC的國家 APEC的單位會反對這個和平跟繁榮發展 第二 臺灣已經是相當努力地在盡我們的力 只看半導體吧 我們繼續在臺灣以及別的國家 美國 日本 也就要在德國增加產量投資 那這個是會打造更具彈性 更具任性的供應量 第三 綠色轉型 同時 從事中小企業勞工以及婦女的權益 我們也已經在努力 在做 從綠色轉型方面 我們有很具體的目標 這個 我會盡力告訴這個APEC的其他的領袖 第四就是在数位转型带动经济发展 我们也致力于缩小数位落差 台湾的中华台北的APEC代表 就是广大电脑的张家渊技术长 为APEC的经济提成员 提供了Do AI Yourself的课程 这个我想我也会跟大家 跟APEC的人告诉他们 我们会叫他们需要合作 我们会跟他们合作 总之我会努力地完成总统给我们的任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可以 想跟APEC的级续